现在是早上九点钟 你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次过来呢拉点货 最重要的事情我走了一半的时候呢 就听着车的声音啊 紧接着我的车开始报警 就是那个刹车那个地方告诉 我的刹车系统已经开启 我在看我的两个气压都是100多 就是你 然后我就知道了得 我肯定我的air chamber 入境哪里又坏掉一个 所以说的当时呢我紧接着靠路边停车 也巧了 旁边刚好有个位置我可以停 当时是晚上 11点左右 晚上11点左右更不怕你知道吗最重要是正好旁边还有个路灯 感的一切都巧 然后呢紧接着呢我用最快也是最简单的方法54分钟之后呢我继续上路 开到多伦多的时候呢 给哥们打个电话 也是我的粉丝 行过来帮我整一整 整两个事情 来 一起看看 我这次我车坏哪了 有些人就喜欢看我的车坏路上说看看这哥们天天没事干就修车 我也奇了怪了为啥我的车天天需要修 这也没辙 这不说了 人哪 就是这样你到了一定年龄呢一定相信命 一定相信运 说白了啊两瓶白米饭摆在那里 一盆白米饭在桌上被我吃了 哎 然后碰吃的消化肉拉出来 进厕所这就他的命 另外一碗米饭的没吃 哎为啥呢结果的过两天搜了 一样也是到了厕所里这就他是这就是他的运 所以说这时候的人哪到了一定年龄你得相信命和运 好了先给大家看看我这轮胎啊 这轮胎呢就是说显得呢 又是带一位新手我跟他说千万没事干不要往这边上蹭那些 有时候你敢巧你拐弯的时候蹭个马路牙子 你别蹭哪怕是 转上去都没事你知道吗 转上去压上去都没事 你轻轻一蹭蹭就不知道蹭出什么毛病来了 好吧 来大电钻 我就喜欢听着声音 用词比较专业了 这边呢咱给大哥呢让咱给他换轮胎 趁他换轮胎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样用快捷的方法把我这个air chamber呢搞定的 那我这个air chamber坏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首先的第一点就是找出来这个是进气管 就说当你那个红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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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之后呢这个管子在这里 有时候你可以可能有说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你干嘛呢 这个就是一个东西把这个air chamber拉起来这样的话呢后面走出来之后呢这个这个 这个地方呢他就没有那个 就没有 就这个整个我开的时候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air chamber就这边这个刹车的是不工作的就这么简单 然后把那个气管一堵呢 我红色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东西呢就不工作了 知道了吧 这个供供气这个也给他堵上了 说就OK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堵了一块布啊 这个钳子呢如果说英文来说的叫lock 就他能lock住啊 所以lock住了之后呢我把这个管一加这个气呢就出不来了 然后呢这边呢再把这个用这个特殊的工具这个特殊的工具在每个air chamber上都有的 这根螺丝呢是可以这个螺丝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螺丝呢就在air chamber上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这个在什么地方 看到这个摩罗斯没有 这个边这个螺丝 这边这个螺丝 他这么长的就会在air chamber上 所以说你需要把这个螺丝卸下来之后呢 再从这个洞 再从这个洞里面把它拉出来 我呢现在 找一个手套 给大家呢 具体的演示一下 这是怎么个操作方法 知道这是什么工具吗 给大家看看 哎呀 可以不 叫做神力棒啊 神力棒 你得用专用名词什么轮胎机杆 我看叫神力棒这比较合适 这个 是吧 哎 哎 怎么样 看我大哥这两下子 非常不专业 一根轮胎 出来了 哈哈哈 我来点修车 正好这哥们来看着我 哎 你是不是刹个章 我认出来了 认出来了 行咱们就看看你的手艺如何 顺便就把这个轮胎换了 这个轮胎的也是 因为我什么的就是我没事干 没事干的时候你下车总要转一圈 我就转一圈的时候就刚刚好啊 看着那个轮胎就成那样 成了那样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尽快换 第二种选择是回去换 冒一定的风险开 可是你想想 如果说你要把这轮胎开爆了再在路上换 你是不是就 对吧 所以说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有些问题是可以 马上解决的 越快解决越好 有些东西呢 有些东西的是可以回去慢点解决的 就慢点解决 而我发现这个轮胎的是 尽快解决尽快好吧 因为在路上毕竟呢 担忧 像我那air chamber呢 我不是加好了之后呢 真的那个air chamber 我反正觉得没事 因为什么我确定那样的话 可以开一阵 你知道吧 但是 还是一样吧 就是能尽快换就尽快换 所以这次呢 我就 轮胎 和air chamber 一起尽快换掉它 至于那个轮胎 至于那个air chamber 怎么样给大家那个拍呢 我等他们修完 我再给大家演示 这样会比较合适 因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不倒人家害嘛对不对 人家 该赚钱你赚钱是不是 咱给人家 给人给人家生意 但也不能装逼啊对吧 好 不能不爱人家事 先让人家 帮我换 好了 跟着我的视频呢 现在看看 如果你的air chamber 坏在半路上 该怎么解决 之前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先第1个第2个第3个 那我现在的 整个呢 再给大家 重新来一遍 为什么现在我的air chamber已经换好了 现在我们就换了个安全的停车地方 我们转到车底下 我们换这个air chamber 我们这air chamber有两种换法 第1种换法就整个这个 全部换 第2种换法就是把这颗螺丝拆开之后呢 我们只换前半部分 这个前半部分呢 就是以价格比较便宜 通常情况换前半部分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之后如果说大家这个air chamber坏掉了之后呢 你一把那个黄色的按钮 因为我这是吹了 因为我这是车头的 车头的这边这个气管的进气口 也说他给的 撑撑气 你说说当你黄色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如果这个air chamber坏掉这个地方你会听到 擦擦的漏气气那就会从这个地方跑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我这个东西塞进去之后 这个螺丝塞进去之后他是有个卡口的 这样一转呢 现在是不是这样塞进去 塞进去看到没一转 往这边一转的他就转到转的转转的不动了然后这时候呢把螺丝拧上去一直把他拧 拧到之后呢拧到什么地方呢就拉拉拉拉拉拉一直把这个拉出来 这时候呢你的 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了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就把整个这air chamber拉出来了所以说他就没再有力了 所以这这东西的说一说这个air chamber的就彻底的 就说不工作了 当你踩刹车的时候这个气管会给气 那给气有没有重要的给气他也是不往开弹的 知道吧给气刹车是往开弹他也是不往开弹的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把它全部用螺丝固定死了 那点气 所以说第1个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哪两根 进气管 通常情况下呢就是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气管的时候大家记住 如果要气管用的直接用钳子把它一拧紧就可以了 那你说这个螺丝从哪走呢每个air chamber上都有啊 每个air chamber上都有这个螺丝的 每个air chamber上都有这个螺丝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想把这个塞进去 看到这个螺丝了没有 这个螺丝呢就是这里的 看到了吧 从这边塞进去之后是一模一样的看到了我这这里有一根多余的就给大家 所以说你第1步就是把这个螺丝卸下来把这air chamber拉走 就可以应急了怎么样你学会了没有 很简单吧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air chamber坏掉之后就是 用一个 叫locking plier 就是能锁定的钳子 或者说你小时候把这个气管一加如果你说我locking plier也没有那好把这个东西拧下来 把这个 把这根气管对折 用zip tie 就是用那种绳子就能用塑料塑料那个一拉得吧 把它绑死了 它也是不露气的 如果说漏一点点有没有问题 问题不大就这么简单了 好了这回的我的路途呢 要开始了 明天呢 我们去装货 据说一个区域的叫做Irilia的地方 在多伦多北部差不多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好了我是北美老司机 这就是刚才那个 新环的轮胎 他这个轮胎那是比较搞笑的就说也不是比较搞笑的 剪一个轮胎装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种这个dips是比较浅的 而我这个dips比较深的 深浅都不用不用 重要是他能弄多久吧 因为这时候也是偶尔加上一个轮胎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在北美卡车上的路途的视频 能给你带来激情 能让你的生活燃起希望 记得关注我 点赞 哈哈哈哈 现在我这个地方呢 在Markham的一个Wormat 我把车就停在这里了 准备 在这里 过夜 你我每次卡车停车的地方过夜的地方 都是与众不同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是 如果说你不是个老司机 这地方来之前 你一定要琢磨明白 琢磨明白就叫做有境 无处 下期见